Hi! My name is Kai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常常有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問題可能像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沒有辦法正常的讀取 或者是記憶卡插到電腦裡發現你的檔案遺失 甚至是你需要格式化整張記憶卡才可以繼續使用等等的問題 那遇到這些問題呢你肯定會 哇賽!超級緊張!不知道到底是該多插拔幾次試試看呢? 還是你要把整張記憶卡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那今天有一個軟體公司叫做Tenorshare 他提供我一個救援軟體叫做4DDiG 讓我來測試讓我來跟他分享如何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讓你增加多一點把你資料遺失啊或是損毀救回來的機會 來到我們電腦之後我們就開啟我們的Tenorshare 4DDiG這個救援軟體 目前我們手中有三種不同有問題的儲存裝置 那第一個這一個就是我們的Canon相機拍攝的記憶卡 那這個應該是我已經刪除了所有的檔案 已經很久沒有用了一個記憶卡 那這一張記憶卡很有趣 它就是每一次插到電腦裡它都會叫你修復 才可以繼續使用 那這一張記憶卡我通常也是放在GoPro上面錄製的記憶卡 那你如果用GoPro你就會知道 你常常有錄製到檔案然後回到電腦裡才發現 欸這個檔案怎麼樣就是打不開沒有辦法播放 那我們今天也會玩一下這個影片修復的部分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的GoPro沒有辦法開啟的檔案給它修復完成呢 那第三個有問題的是一個MVMe的SSD 那這個SSD很神奇的就是它原本是一個C疊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要把它再打開的話 這裡面的檔案它都說完全沒有辦法儲存 這個可能已經損毀啊或者是沒有辦法讀取 那我們就試著用我們這個Tenorshare 4DDiG的救援軟體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我們這三個有問題的磁碟通通把我們想要的東西都救回來呢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F疊開始 這個就是我們的Canon相機就是有照片的部分而已 那下一頁就來到你想要恢復什麼樣的檔案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你的裡面是一個音檔啊 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影片 你可以單純選取這個選項 然後它就會單純尋找照片而已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來玩玩我們所有文件類型 看看我們會不會連之前錄製的影片啊或者是神奇的檔案都給它找出來呢 那我們就按掃描所有檔案類型 OK那我們剛點完我們的快速掃描就完成了 它還在更深入的繼續掃描更多的檔案 那如果你在這邊沒有找到你需要的檔案 像是我們的照片看起來已經都找到了 那如果你真的還沒有找到的話 你可以讓它繼續深入的掃描 那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你快速掃描通常就已經可以把你的照片啊影片啊 像是我們剛剛有看到我們已刪除的檔案 連我的攝影機之前有用過攝影機的檔案都還在這裡 這真的很誇張 然後它的深入掃描還少到一些像是什麼MOV還有JPG還有MP3的檔案 所以像是照片或者是小檔案的部分 你可以點選就可以預覽知道你到底那個是什麼檔案 沒關係我們就隨便找幾個檔案來恢復一下 看看到底有沒有辦法再把它順利的打開呢 那如果你在找這些你遺失的檔案的時候 你覺得哇這邊有點混亂 什麼已刪除檔案已存在的檔案 然後RAW檔啊然後丟失路徑Tag 你覺得這裡亂七八糟 你其實可以按文件仕圖 它這邊就會幫你分類你的檔案格式 像是你的照片有JPG啊 然後Canon的RAW檔 音頻就是MP3啊 然後視頻就是影片的部分 那你如果有其他的特殊檔案格式 像是我們的攝影機的RAW檔 那它也會在這裡其他幫你分類 把它全部抓出來 放在同一個地方讓你比較好尋找 OK那我們挑好我們所有要的檔案之後 我們就直接按恢復 那我們就把我們這些要恢復的檔案 存到另外一個沒有問題的儲存裝置裡面 如果你再存回你原本的這個裝置 那它也會繼續有問題 所以你盡量是把它存到 你要修復這個磁碟之外的一個儲存空間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找好資料夾之後 我們就真的按恢復 OK那我們恢復了11個文件 OK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到 我們的CR2Canon的RAW檔 那看來我們的照片都順利的恢復回來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換到下一張記憶卡吧 下一個我們來恢復這張GoPro記憶卡 這一個故障GoPro的檔案 那一樣我們按影片修復 那我們就選取我們的檔案 然後我們就按修復 OK那我們就修復完成這個檔案 然後我們就給它匯出到我們的桌面 來看看我們的檔案 OK這就我們的GoPro檔案順利的修復完成 又可以恢復播放的狀態 最後這一個問題比較多的ROG NVMe SSD磁碟 我們也把它修復一下 看起來是頗嚴重的 讓它快速掃描完成 竟然一個檔案都沒有 那我們繼續讓它深入掃描看看 OK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的深層掃描就給它掃完了 這個硬碟是連我們檔案總管 連讀都讀不到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竟然找出這麼多東西 那這個SSD就有出來 這個是C疊的部分 所以像是有Program File 有Windows 那你現在這裡是一個亂七八糟的狀態 那你可以一樣 點一下我們的文件示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分類非常整齊的 像是JPEG WOW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兩下預覽一下 看看我們的照片是怎麼樣的東西 OK那我們找到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就不一一的打開 我們也不一一的恢復 因為我們這裡發現 這裡有 81866GB 我根本沒有那麼多磁碟空間 可以把這些全部恢復 那我也很神奇的是 我這個SSD也只有256GB 它哪裡找得到 一個81866GB 這是81TB啊 它到底怎麼找出這麼多東西的 我會不知道 OK那我們兩張記憶卡 跟一個丟失的SSD磁碟區呢 我們需要的資料都給它救了出來 那我們剛剛分享了三種 Tenershare 4D Deck的使用情況 那當然你還有更多不同的使用情況 但是也都大同小異 像是你在資源回收桶啊 你的桌面的資源回收桶 不小心你就給它硬生生的刪除 你的資源回收桶重要的資料 那你也是可以在這裡資源回收桶 救回你的檔案 或者是你需要選擇的資料加文件啊 那我們剛剛有修復影片啊 它也有修復照片的部分 反正你只要是資料不見 或者是檔案有問題 你就可以來試試看這個 Tenershare 4D Deck的軟體 那有一種人不適合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那就是使用這種傳統磁碟的 你可能是摔到 或者是你用久有奇怪的聲音 那你就要趕快拿去救援中心拯救 不要再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就造成二次傷害啦 那如果是像是記憶卡 USB SSD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救 就是增加一點救回來的機會啦 那最重要還是要備份你的資料 然後拍攝的時候 你要多帶一張記憶卡 避免你一張記憶卡出事 你就增長就出事情啦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Tenershare 4D Deck 救援軟體的分享影片 當然是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軟體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